海贼王漫画1114画的首批情报已经更新 本画标题为伊卡洛斯之一 故事依旧紧接上一画的内容 贝加庞哥公布完世界将会沉入大海的消息后 他开始说起来了空白的历史 不过他对于空白的历史了解的并不是很多 他说900年前的古代王国有一个名叫乔伊波伊的男人 这个男人同样也拥有着伸展之力 在本画中还出现了圣母火焰 也就是一母大人让海平面上升的那个武器 原来它是一种装置在水下罐子里的火焰 紧接着便是一如既往的反应画面 全世界各地人们听到贝加庞哥的广播后都有不同的表现 以上就是目前情报已经更新的全部内容 最后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下周休刊